好,我們剛才已經知道 移動的快慢怎麼算 距離除以時間 對不對,很好 請你回想一下 我們在前面教的距離 有哪兩種講法 我們之前教的 你講他的距離有哪兩種講法 位移跟什麼 位移跟路程 路徑場 然後這個就會扯到 我等一下要教的速度跟速率 然後我們在前面給各位看動畫的時候 我們發現什麼情況之下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我在前面有提示過 你什麼穿上的兩個是一樣的 沒有折板的很好 沒有折板的直線運動 這也是我等一下要問問題的答案 這也是我等一下要問問題的答案 當我是一個沒有折板的直線運動的時候 我的位移的大小就是我的路程 就是我的路徑場 然後我們的距離 位移跟路程兩種 那距離處理時間就叫做所謂的移動的快慢 所以就帶出了我們現在要教的速度跟速率 我們講過說 我們的快慢就距離處理時間 而距離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是位移 一種做法就是路程 所以你表達快樂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一個就是路程去處理時間 一個是位移處理時間 一個是路程處理時間 位移處理時間的我們稱為速度 路程處理時間的我們稱為速度 我們一般生活中大部分用到的是速度 你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 可是在物理的討論中 我們用的是速度 我們用的是速度 OK 所以我們就有兩種快樂表示法 一個是位移處理時間 稱為速度 一個是路程處理時間 我們稱為速度 我們就有兩種的表達方法 OK 我們看到了速度 速度呢就是位移去處理時間 位移就是位置的改變 所以我們公式寫錯 delta s delta t delta你又花多少時間 delta就是位置的改變 就是後面-前面 s2-sy 這是我們前面寫過的 然後重點 重點 我們的位移是向量 所以我們的速度也是向量 也就是彈速度必須要彈什麼 彈大小也要彈方向 所以要彈到大小要彈到方向 因為我們的位移是向量 所以我們的速度也是向量 所以講速度要講到我們的大小跟方向 兩個不要提到 那另外的表示法是路程 去處理時間 我們實際上所走過的距離 那我們的路程是所謂的純量 是純量沒有方向 只有大小 所以我們的速度也是什麼 也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也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速度跟速度之間的差別 速度跟速度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了解嗎 OK嗎 OK OK